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緊張型腹瀉的中醫穴位保健療法 在這邊我們提供兩個穴位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穴位就是有名的竹山裡穴 竹山裡穴的位置是在膝蓋軌正下方 四個手指的長度寬一個手指頭 在這個穴位上我們每天按摩兩到三分鐘 它可以幫助我們緩解任何腸胃的不適的症狀 那第二個穴位就是有名的太沖穴 太沖穴的位置是在腳的第一個腳趾和第二個腳趾中間縫隙 沿著縫隙往上推到鏡頭 這個凹窩就是太沖穴 它的特點就是能緩解任何情緒的不適 所以我們綜合這兩個穴位就可以緩解緊張型的腹穴 解嚇對 這個穴位主尚的管理 おお廟 谢谢大家